爱奇艺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欣欣 您作为这个制作人代表 您整体是什么样性格的主意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性格 分裂性格吧 具体一点是怎么样分裂的 这 是我不想那么严厉 但是没办法 就好多人说我在说专业这块 音乐啊 跳舞啊 唱歌啊 rap啊 这些这种专业方面的东西的时候 包括什么舞台表现力的时候 好像说我变了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自己确实不知道 让你有一个形容词 想玩一个优质练习生 应该具有的特徵 你觉得是什么 优质练习生我觉得首先是 做一个好人吧 第一点做一个好人 然后 第二点 就是去做 不管什么你有什么想法 但是一定要去做 你不能只能想 对 然后就是第三点 我可能觉得是 enjoy 享受 享受所有你努力 你自己的 呃 奋斗 带来的所有的 结果 那您一起提到 balance 这个词很多次了 就是您能具体讲出来这个词 到底是 调整 balance 其实是平衡嘛 平衡但是 呃 在 我们说的是 说的更多叫协调性 协调度 一个动作好不好看 它取决的是这个动作的协调性 协调度 每一个角度它都是有讲究的 啊 这个balance 是这个意思 嗯 这个balance 对于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人有这样的balance 有这样的balance 那样的balance 要每个人去找 属于他自己最适合的balance 而 对 而这个balance 它需要长时间的磨练 打磨 而不断的练习才会有 对 只是学完一个舞蹈 就当做任务结束的话 一般是找不到这个balance 他知道这个 表演机会又可贵 又想表现好 最后呢 就把所有 其实他有的一些东西 因为紧张 就全部把它给盖住了 这还蛮可惜的 其实一开始我 我只是想看一下大家怎么样 看了第五组的时候 就有点急了 真的有点急了 就是怕 所以我说 我说你们要没准备好 就别表演个人技了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其实对于个人技这一块 我是要求比较高的嘛 你如果真的出来 你说你想秀你的rap也好 Vocal也好 还是你的dance也好 因为我都懂嘛 所以我知道这个 就是大家没准备好 最好是就别 就是因为在一个组合 在表演的时候 可能你还看不出什么很大问题 可能觉得大家都中规中矩 或者是在这个上下浮动 但只有你一看个人的时候 问题就棒 就直接给你了嘛 所以我说你们如果没有准备好 就别 别说一定要表演一个 因为我觉得后面还有时间嘛 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是希望 一次就把这个水全倒了 还是希望细水长流 让别人慢慢的去了解呢 后来就很多人就没有表现了嘛 因为我觉得有好的东西 你再准备以后 给自己一些更多的时间 准备好了以后 再不在乎这一次评级嘛 但是还有大多数的同学 练习生同学 就还是把这个拿出来 但是就效果不理想 所以我很怕 你知道吗 我真的怕就是 因为他们 我也自己也参加过选秀嘛 我知道每一个选秀孩子的心理 有的人抱着试一试 有的人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我想去完成的完善它 完成它 有的孩子可能心理压力很大 有的孩子可能心理 他承受能力也不那么好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去怎么评价 所以最后我选择的是一种 你们如果觉得我严厉的话 我说我真没有严厉 这跟导演组都说得非常清楚 我真的没有严厉 如果要给我真的要严厉来说的话 那没有几个A 可能一个A都没有 我主要是针对可能性 是一个养成型的节目 可以让观众是真真真切切感受到 我是参与其中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而且对于每个练习生来说 他们知道去尊重 每一个喜欢他的人 包括我会告诉他们说 像工作人员 每一位工作人员 因为每一个舞台 你们是因为有这帮工作人员 在下面帮你们打点所有的一切 你才有这么好的舞台 那他们 从他们的整个态度方面来讲 也蛮认真的 所以我还蛮 还蛮喜欢他们的 久而久之就产生感情了 我们上第一期入录这时候特别来 但是之前也没有固托这个节目 有预想到有什么 我觉得这要说一下我们的导师团队 我们导师团队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 每一个老师都在用他们最专业的 对于专业领域的判断 去帮助每一个练习生 我觉得我看了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有时候老师说完 我都觉得 要是我那个时候参加选秀的时候 不过我参加选秀也有好的老师 比方JJ哥也过来了 对 所以我说 要是我也有这样的 一心为他们着想的这样的导师 一直这么陪着我 几个月的话 我很开心 因为JJ哥那个时候只是飞行嘉宾嘛 JJ哥飞过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给自己一些时间 给自己四年时间自己去沉淀一下 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我就真的说完以后 我就去到海外 就给了自己一些时间 正好就是四年多的出的到 所以还蛮 还蛮神奇的 前几次带你我去第一次了 要解有没有什么挑战 我了解的东西 就是因为很基本的东西 很基础的东西 也不能不能说 以后帮他们来做的怎么大 怎么怎么怎么厉害 这些因为我只是想成为一面镜子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大概你可以是这样的 你可以从这边以后 你可以看到自己真实的自己 在别人眼中的自己 我每一次在下那个结论 就是综合他们的评价的时候 我一定会问每一个老师的意见 对 我尊重每一位老师 对 那不会特别的经济 哇 这个太对了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 ABCDF的时候 就打五个等级给你的时候 六个人 一共就六个人 你问你自己答什么 我天秤座这里有天秤座吗 没有吧 哇 那个选择我的天哪 打哪个呢 所以这个 这有时候确实是比较疼 啊 有惊喜 小心他们把动作计全了 第二点他们的词计全了 嗯 其实在一开始 如果不知道大家看 会不会看到那些小的 因为我们是一百个人 每个人的视频都看 词计不全 五计不全 五计不全 唱唱不好 那你来干嘛呢 这就是问题啊 那我怎么选A 我相信 你们如果来坐在这里 如果你就是说 我就是过来走个过场 你们可能ABCD随便打 但如果你说 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也给不出A的 因为你刚才说过 可能交接着点声的时候 有一种不自觉的 那种严重严厉的感觉 但如果他们会做 哪些事 那你绝对接着不了 首先第一个 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不懂可以 不要乱去触碰 啊 这是一个一块 完了以后 礼仪 台上 站在舞台上 这个舞台是你的 你该怎么转 该怎么 嗯 你都可以 但是在台下 舞台结束了 你要回归 我们本来应该有的礼仪 要感谢 感谢 所有的人 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一定要准备的 你具备的这两个条件 基本上对你的 呃 印象分就是60分以上了 对 那想问一下 比如说 因为我们建筑练的印象 感觉大家确实是 有些人都很辛苦 还有可能有些人练过会哭鼻子 什么之类的 就最后一问题是 那你在练习的时候 比如有哭过鼻子 或者是这样一些的话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哭过啊 哭过很正常 对对对 好像是在练舞的时候 练舞的时候 那个时候跟老妈打电话的时候 说也是有一些情感 但是 嗯 在这一块我 我倒是想说 嘖 哭不解决问题啊 哭 只能表现自己的懦弱吧 跟脆弱的那一面 我更加希望的是 就是把这些哭的这些力量 去化作练习的动力 去把自己的舞台表演好 每次会都会安慰他们 但是我会也会再 反过来会想 如果你把这个所有的感觉 感受 你把它换过来 去努力呢 那不就 不会让自己流眼泪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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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